早上,你好,各位同學,師弟,師妹,你好 看回這裏,我想連獎的都最怕是我的 因為看回我都是2006年畢業的一個學生 都很多謝多德忠給我機會大家分享我的經驗 以及在這個行業裏面我們在做什麼 亦都希望藉著這個機會可以吸引多些學生或者同學 多些留心我們的行業或者參與我們的行業的發展 簡單介紹一下,我的公司是東洋六塊有限公司 基本上是我主持的,亦都是不停的發展 我亦都是一個叫做香港議員警城造商會的主席 我們下下很多不同的公司和很多公司的會員 都很希望在未來的時間裏面都有很多新的力軍 去幫他們的業務發展 如果大家在座聽下去,如果覺得在我們行業裏面 覺得哪個部份有興趣的,你不妨跟我說 因為我們有不同的公司都需要不同的人才的 我今天講的是一個Landscape和Arpiculture 就是漁藝和樹藝的行業 很多人都可能以前沒有分清楚什麼叫漁藝和樹藝 漁藝一般是種植的 樹藝是因為香港這十年來 有很多樹木風險的報告 有很多意外,棵樹結了下來 有很多樹木風險 有些人受傷,意外甚至有些人過身 所以政府就開始 將我們這個行業清晰分類 以前我們就叫艱田 我們叫Gardener,我們叫花王 種花種草,就是做修剪 好像很簡單的工作 但現在開始變得專業了 在香港來說 我們做大部份的工作 你見到我們是很美麗的校園 在路旁 四周的發展 都有很多不同的樹藝 或是懸藝的工作做了 在香港來說 做我們懸藝 在政府來說 我們叫做Special East Landscape Contractor 還要 approve 即是說 我們要有相關的知識經驗和能力 才可以做到香港大部份政府的工程 不一樣 一般說 在花園街 有一個阿婆阿嬸 種一棵樹 現在做不到的了 在香港來說 我們要分開一個叫做 General Landscape 即是一個叫做 一般漁藝種植 另外一個 的 license 叫做Hydro Seeding 即是水力噴波 可能這個比較複雜 我會再講一講 在香港來說 其實不是很多公司做的 香港來說 有19間公司做一個漁藝的行業 你試想想 看到四周圍的環境 全香港所有大部份的綠化工作 都大部份 我想有九成 都是這19間公司做的 而這19間公司裏面 還要分析 又要有Hydro Seeding 又要有 General Landscape 的牌照 其實只有七間 我們公司是其中一間 即是說 這七間公司可以成造 政府的任何大型的綠化工程 包括我再講一講 有甚麼工作 我們一般香港見到的 可能你沒有留心 我們每年 香港維多利亞福公園 有些很美麗的花表演 集合很多人力財力去做 其次的就是 所有的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都有些綠化的 尤其是現在的綠化 是可能作為一些 發展公司的賣點 所以很多時候 都會給多些資源 錢 預算去做這些綠化 做得很美麗的 還有 所有政府的項目 都有一定的限制 就說 不可以少過 好像20%的綠化面積 相對來說 就有很多項目 都有綠化的了 還有大型的 Wearway的項目 我們最近完成的 高鐵項目 高鐵項目 你經常擔心的是 說的是 在西九龍過關 或是過關的安排 其實沿途有很多項目 譬如這個 是錦田裏面的車廠工作 裏面有一個項目 是19,000平方米的天台綠化 是全香港最大的 天台綠化的項目 再者 現在我們正在忙的工作 還有一些很大型的 infrastructure 譬如港珠澳橋 這個港珠澳工島 今年說 年尾要開始 要完成所有的綠化工作 說的是幾十億的綠化工作 還有一些 Lanfiel Quarrie的 rehabitation 我曾經好像 有一個分享 我曾經在考試時候 有一個題目 問我 為何在Lanfiel上面的草 或植物生得不太美 問我為何 其實 都有很多的研究 我們公司都做了很多的 research 得到很多的產品 去克服這個問題 其實 即是說 我們正在讀這個科 其實都有很多次 是關於這個世界 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至於一般園藝種植 你看到這麼多地域的東西 裡面當中 包括有什麼工作 其實我們有一般的 上面左上角的種樹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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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不同類型的植物 植物 植物的保養 即是草皮的草地 大球場 還有一些草棕 種植物 我們是需要保養的 即是說 我們 如果香港政府 如果香港發展 越來越好 的話 有更多的樹 有更多的陸化環境 的話 我們將來的保養工作 是更加多 更加需要人才去管理 再者 就是 我聽到 有個同學仔 說 上年是做一個 research project Retical Greening Retical Greening 在這十年來講 是一個很新發展的行業 是一個很新發展的行業 有一個很有 potential 最近我都在美國 加拿來回來 其實都是探訪一些 Retical Greening 公司 因為我們都跟他們 有很多不同的合作 另外 天台陸化 原來天台陸化 香港來講 已經是一個必要的 陸化標準 所以 希望全香港陸化的地方 可以覆蓋率去增加 減少我們的熱度效應 還有 Luxury Management 一般大型的陸化公司 我們都會有些苗譜的生產 我們都希望同學去找到一些新的產品 一些新的技術 同學仔有新的技術 可以幫助他們去滅蚊 其實很好 會跟他們談談 至於樹藝方面 有些什麼呢 Retical Culture 很多時候都說 你看這件事 Dr. Jim 常常說樹的風險 有很多不同的工作都會做的 在香港來講 樹的風險是很大的 因為 我們這麼多年歷史中 種了很多樹在路旁邊 也有些不對的地方 所以 樹的檢查和維修 和去減除風險 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我告訴你 香港做True Survey的樹木檢查 你見到逛街 你見到路邊 見到一棵樹 掛了很多牌子 有很多不同的部門 掛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個牌子 我見過的 即是說 政府不同的部門 在附近看到的東西 都想去關心 去保護 去記錄 所以 True Survey的市場是很大的 再者還有True Protection Protection是怎麼來的呢 因為 我們在香港做很多不同的工作 工程 很多時候會影響到樹木 在政府的法例裡面 規管裡面 就是說 所有在地盤附近的樹木 都要有登記和保養 即是說 一個工程一邊做的時候 我們一邊去監察住一棵樹 我曾經做的一個計劃是十年 那棵樹就被我控制 即是我們要保護它十年的時間 基本上 那個預算也會很大 而且裡面的工作會很多 很繁瑣 還有True Surgery 樹架塌了 打完封之後 可以補救的工作 另外就是True Persuasion True Transplanting 你看到這一棵樹 全香港最大棵的 單一移植的大業用 用了三百萬去做移植 用了一年的時間 我們公司做的 即是說 代表香港政府 其實都很著重 一些環境的保護 盡量 將一些珍貴 有價值的樹木 都是保留的 還有True Wish Assessments 這個工作其實是在政府的限制 政府的要求裏面 所有政府的建築物 和所有政府的地盤 都需要每年做一次 或者兩次的檢查 即是說 要每年看一看 你附近的校園裏面 應該都有做的 校園裏面的所有樹木 又沒有風險 有風險的就要登記 還有要做一些處理的措施 所以全香港大約有 一百四十萬棵樹 是要做登記的 以前來說 哪裏有這麼多人去做 這些工作 所以以前做得比較 沒有這麼仔細 目測法也好 馬上單車去 一路踩腳一路巡 這些都過去了 所以現在我們會有些專業的訓練 讓同學去考牌去做 待會再會講一講 另外還有一個 Tree Debris Management 其中一個Dectation 就是講一些 Yard Waste Management 即是我們見到 我在十幾年前見到 原來香港做了這麼多的樹木 保養和植物的收錢工作 很多Yard Waste 這些Yard Waste 如何處理呢 以前一向都是用堆填區的 但是我們希望 將一些Yard Waste 可以自己用回來再做 香港其實是 需要很多Yard Waste的 產品 不過我做不到 因為我都要在美國買 每年我買十幾二十個 保養和植物 都要買別人的Yard Waste 那為什麼呢 因為Dectation 我都有詳細說到的 就是 最大的問題是 政府的Policy 和香港地區運作的成本 如果沒有政府的一些協助 其實是很難做到的 好 我們公司特別推銷 我們很希望 在原藝樹藝方面 多一些突破 和多一些產品 所以我們都和 環南農業大學 香港浸 香港浸 那些大學 沒有些 中文大學 和香港大學 都有做一些project 有些政府的research project 我們參與 譬如有些什麼project 特別一點的呢 譬如在左上角 在河道上面 在屯門河和城門河 河邊裡面 是一些鹹淡水的交界 我們研究一下 為什麼在鹹淡水交界的斜坡 沒有泥土的斜坡上面 可以種到一些 可以生長的植物 吸引不同的 一個rehabitation 都成功都做到的 全香港就是第一個做得到 當然夾集了很多不同的 同學的意見 專家的意見 和一些產品 還有就是在石頭上面 和華南農業大學 合作研究一些 將一些recycle 噴在斜坡上面 噴在一些很斜的 垂直的 沒有泥土的斜坡上面 可以生長到植物 現在全香港只有我們公司 一間做得到 政府也指定我們去做的 第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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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文大學 幫忙做一些 trial panel 研究不同的方法 在陸化 在斜坡上面 下面 下角 研究不同的種子 種子有不同的特性 我們去美國 加拿大 或者其他中國 採集種子回來 希望可以適合到 香港的環境 中間 植物 和一些學生 幫忙研究一些 簡單的tools 在講十幾年前 沒有現在這麼先進 二十年前 簡單的研究 做一些簡單的tools 去做一些 data analysis 做一些field data analysis 其實都是很感謝當時 有些不同的學生 去幫忙去想 一些 得到不同的獎項 這些就是公司現在做的事 好了 大家有些關心 對於將來前途 有些什麼工作可以做 其實 可以說 香港的處藝和園藝的行業 在香港未來二十年 不論經濟周期 都是一個很好的發展空間 怎麼說 因為我做了從1990年開始 加入這間公司 到現在有二十八年的歷史 經過了很多不同的經濟周期 有金融風暴 科技泡沫爆破 公司的營業額的增長 一直都在增長著 即是說 其實香港 其實是不停需要一些 六塊的工作去做的 其中一個就是處藝 政府來說 有一間有個部門叫做 Tree Management Office 政府部門來的 它要求每一年都需要 去檢查香港所有有危險的樹 一百四十萬棵 有不同的方法去做 不過 需要有些這樣的訓練 我們俗稱一個叫做Tree Risk Assessment 我們要求 我們會請很多叫做 Inspection Officer 做一些叫做Form 2 Assessment 即是做一些風險評估 下面就是要求的技術 它有分為兩方面 第一方面是 Academic或Professional的 在香港以前是沒有一些 樹藝或園藝的班的訓練 所以在以前就是 用Department 或者是一些Di Space的訓練 的課程 以上都可以接受的 如果你沒有這個訓練 或者沒有這張訓練的話 你可以考一個試 香港就有一個 香港就雖然沒有一個認證機構 但是呢 香港政府就跟了美國 和澳洲的認證機構去做的 跟了誰呢 就一個叫做Certified Arborist 第一行 Certified Arborist 或者是Certified Arborist 的Specialty 這個試是怎樣考的呢 其實很簡單 你有兩年的工作經驗 或者是Part Time的經驗 你再報名 報名呢 你就可以在香港 一年考三次 答四百條問題 你Part Time 好像70% 你就合格 你就要有這個證書 那怎樣考 怎樣讀這些 裡面的項目呢 網上有program 可以下載 有書可以看 可能在這麼多位 可以用一個星期的時間 從頭到尾看完 就合格 不是問題的 放心 我也很差 還有 這次不合格 下次可以補考 補考便宜些 還有補考的濕值又少些 因為要分開不同的濕值 最簡單就是 當你有下面的資格 叫做Certified Arborist 還要做多一點 就是訓練 政府和一些機構 提供一些一天或兩天的課程訓練 你有報名去讀 讀完之後 最主要就是 讓你去認識 怎樣真正去補考一些補考 或者是補考一些補考的 有表格的 那你完成到這個課程 即是你懂得去補考 它裏面的要求和補考 那你就加多兩年的工作經驗 或者來個公司做part time 做training 都可以的 就可以成為一個 叫做inspection officer 就可以去監察些樹木 每年都有很忙碌的工作 這個是說說樹的工作 再者就是 以前我們說這個行業 是一個不太專業的行業 叫做花王 政府在2001 在上年2016年 就成立了 在教育局下面的 資歷架構委員 資歷架構局裡面 就成立了一個委員會 其中一個委員 負責裡面提供一些意見 參考 開會 給資訊 資歷架構 去訂立一些規則 我們叫SCSC 標準 希望將來的學院 將來的學院 可以提供到一些相關的課程 給一些學生 給一些同事 繼續去信 去進修 達到不同的職位上的要求 裡面 大約分了七級 由最低級的 由證書課程 去到博士 都有的 不同的級數 裡面 在政府裡面 有相關的職位 可以做 私人機構 還沒有 但都可以逐步去參考 這是同學 一直看著 晉升的機會 好 最後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抄下我的電話 或 WhatsApp 90909912 可以問我一些問題 或者看看這個行業的發展 有興趣的 做一些兼職 或者訓練 其實都很歡迎大家 因為我們都很希望大家 可以多給一些新的思維 新的意見 在我們的行業裡面 好嗎 多謝各位 但不 Irene 恐慌 全部 我 要 上